今天的工作呢是要拉这个电线 拉到这个地里面来 从那个房屋那边拉过来 然后呢要弄这个 用这个水池 就是把那个牛粪放到水池里面去 再用那个污水泵嘛 把这个粪水抽上来做淋的玉米 这个豌豆已经长出来了 还有这个玉米 这个是玉米 刚刚嫩点 行吗 这根够不够高吗 因为你们到时候要开车进来的 要开车进来的这个东西 那还要够给你长一点的 应该要长一点嘛 等下你开车进来 到时候你拉拉玉米的时候 车那么高 是吧 但是我们要挖这个洞嘛 把这个洞挖伸成了埋下去的 这个猪头都烂了 挖不了 要找个东西来挖 搞个区圈 啊 这个小的 去跟二嫂那里借一个那个 来撬撬撬撬撬撬撬去 本来说今天是摘果子了 但是今天早上起床看到那个 那个乌云立步的 不敢摘果 现在好像又有点出太阳了 不懂得下午会不会下雨 这种天气很闷的 当时会下雨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蓄水池 到时候我们直接拉牛粪到这里来 倒牛粪进去 把它搞混了 再用那个污血泵 把这些农家肥抽到这个地里面来淋 今天要很忙很忙 拉好线 做好这个污水 就是抽污水泵的这个 还要再拉那个 拿那个机器来 打那个打那个草的 今天肯定要忙一天都忙不完咯 这个池子到时候还要 再搞一个水泵到河里面去那边 那边有个河的 从河里面把那水抽到这里面来 然后再从这里面的水 连到地里面去 工程有点大 哈哈 嫂子在这里干活呢 太阳有点大 搞被写过去给她喝 刚刚我们搞的那个电线杆 现在还没弄好 要不来煮中午饭先 啥子 弄完了没有 要吃中午饭咯 这个就是嫂子今天早上弄的 这个是油菜油菜花老了 哥我去喂鸡吃 来喝水 辛苦了 真的像个农民了 戴个帽子 谢谢 你都不带水上来的 没有 太阳那么大的你看 我以为哥哥一会就 就回来了 我可以慢慢煮 直接拔都不可以吗 把它拔起来不是快点吗 是吧 拔到有泥巴呀 有泥巴抖一抖就可以 给鸡吃而已 鸡它又不吃泥巴的 煮中午了 再煮这个都长虫的 好多虫 这个全部都长虫了 现在应该吃不了了吧 老了 老完了 够吗 再拿一杯 这是不是买花菜呀 那个好嫩 可以吃啊 这几棵 那边还有啊 等下有空把它给掐了 昨天听小九说 你无意为去相亲了 那 那你那你那你那我那我大哥 不行吗 那你觉得呢 他就是嘴巴笨一点嘛 人应该还行吧 人高马大的 也是不好可以 但是 你看 他人对我都不上心的 他理不理的 他性格就是那样子吧 我看到你他懒了 他是 他是哪一点 你对他 就是 觉得不好的 我可以去说他 不管 突然间 我现在都会想着 那样子 那么实际 感觉不到那种 他每 可能每一个人吧 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嘛 是不是 你看我们都喊你嫂子 都喊了 喊了大半年了 突然的是不是 你去跟别人相亲人 到处我 嗯 是不是我们都不懂 怎么称呼你了 那许姐呗 那以后改变 别人嫂子 不去了嘛 不去相亲了嘛 但是我跟我大哥说一下嘛 回去相亲我也回去啊 回去也不相亲了嘛 但是回去可以带我大哥一起回去嘛 无意的嘛 也让他跟你一起回去一下嘛 今天父母嘛 那就不要相亲了嘛 他哪里做的不好的 你跟我说 我回去 揍他一顿先 揍他也没用 那我收工了 太阳太大了 这里 那那边那只草是吧 那边那只草 那先拉好了吗 先先擦两个地线 先擀 先擀就可以了 今天保证完成个路 那今天下午呢 下午就可以抽水了 打粪水了 粪水呢 牛屎还没倒进去 牛屎下午叫我大哥 你先打那个草啊 不两天再加肥啊 也可以 那今天要打草先了 嗯 今天我保证完成个路 那这个菜 吃的这个样子 吃两个虫 哎呦 这个虫子那么肥的 这个那么肥的一个虫子 这个鸟 今天过来吃我们玉米 这么多虫都不吃 对呀 要不要放鸡进来吃 鸡进来玉米又没了 哈哈 鸡米又不错 再高一点就可以放鸡进来 嗯 大叔放鸡进来 就不用搞那么麻烦了 嗯 回去吃饭先了 等下再弄吧 我把这个弄完 嗯 直接拔拔拔就可以了 不理了 好像丢给鸡吃而已嘛 好的 嗯 我出唤 你 我不会 在 我来 我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